香港传真 首次由以县区中国大陆人士 为主体作者群 连绝亮相的大型纪念作品集出版 六四思选主编孟浪表示 六四事件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影响了二十世纪人类的进程 但无论就纯粹的文学书写 还是同样是充满了 民族语言精神气质的历史书写而言 又是一个未结束的事件 甚至是一个未来事件 作为一种回溯的同时 也是一场前瞻 所以选遍这本思选是必然发生的 孟浪说 在中国有关天安门六四事件 至今仍是严重的禁忌 事件发生以来 持续遭受的国家暴力 包括舆论控制宣传站审查制度 教育洗脑等语言暴力等 无间断的禁制 而旨在冲破禁忌的民进力量 也不去打压前谱后继 一刻也不停止发生 在台湾 它是两岸关系 两岸命运理性中 无法绕过而必须面对的 未解的魔咒 六四的摆荡 在两岸人民的心情中 如同适淡未断 欲连未连的一条触目 而有脆弱的围栏 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存在 游四般的隐扰一次 在香港 它以内化为这个城邦 数百万民众 数个世代 绵运不绝的机体会议 一年一度的六四当日 在维员球场举行的 珠光纪念晚会仪式 二十多年来风雨无阻 成为华人土地上 唯一一项 以人民机会 年度祭奠 构成的大规模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六四思选的选编真稿 于2013年11月底 至14年1月 由编者向两岸三地 及海外各方 主要是居住在 中国大陆的作者 和相关文学界的人士 陆处发出 总计200多封约稿 及推荐的电邮信函 同时 两岸三地多位诗人批评家 也帮助编者转发稿约 联系作者 推荐作品 并代为确认授权 九成以上的入选作者 由他们本人回应约稿 提供供选编选稿 或透过推荐人 委托同意选编 稿稿量超过了 本数现有篇幅的三倍 有评论认为 刘晓波 王丹 刘霞 廖延武 诗涛 李毕峰 哈金等100位作者 以自己的作品 汇聚成持续25年的意志 和行动接力 在六四事件 25周年纪念日 即将来到时 再度引发海内外 华人清楚关怀 诗人 陈嘉平接受 《亚洲周刊》访问时说 我入选的作品 是我对极权思想 和暴君内在关系的一些思考 暴君是一个失去了有爱的人 所以我们要穿透极权的恐惧和谎言 立足于新思想的建设 另一作者洪洪说 六四思选 是以诗的正义 对六四记忆与平反 也是当代世界继续抗争的火苗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文部特议记者史英雄 发指香港